特別是如果讓國民黨回來 這代表了服務貿易協定也會回來 這不僅僅對年輕的就業市場造成衝擊 也勢必會影響百工百業 如果國民黨回來了 黑金政治也就要回來 如果國民黨回來了 我們守護台灣的軍事採購必然會停止 在程序委員會前前後後擋了69次的軍購案 但是在外面卻說它是支持軍購的 我今天慶幸拆貸拿十項的施政 你的光電黑金飛河跳票 你的採購爛彈食安崩壞 第三個詐騙倉劫治安敗壞 第四個前瞻撒臂再留屬身 第五個歇水簽電三位都騙 第六個專制獨裁飛錢阿爸 第七個居住正義前面跳票 第八個兩岸緊張兵凶戰危 第九個青年低薪 黃架高漲第十個 王毅必然黑目重重 我特別注意到侯市長 他講了許多主張 基本上都是上個時代的政策 例如已經到2024了 還在提九二共識 世界的經貿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了 還在提重啟服貌 更特別的是台灣目前的再生能源 已經高過核能發電 他還要重啟核市 核市長的親中政策 或者是柯文哲主席的一人政黨 變化不定 無法預測 這個都不是國家應該要走的路 特別是如果讓國民黨回來 這代表了服務貿易協定也會回來 包括大量的中生就會來台就業 這不僅僅對年輕的就業市場造成衝擊 也勢必會影響百工百業 也會造成台灣社會的不安 如果國民黨回來了 黑金政治也就要回來 目前國民黨的黑金完全都沒有改變 包括新店的羅家 包括彰化的謝家 台中的元家 雲林的張家 甚至於花蓮的富家 還有大大小小的黑金 盤踞在各個地方 如果國民黨回來了 黑金集團也勢必會回來 各位 這對治安的影響又何其重大 對台灣社會民心士氣的影響 又會有多麼的重大 第三 如果國民黨回來了 我們守護台灣的軍事採購 必然會停止 過去我在立法院擔任幹事長 我親身經歷草小野大的情況 在程序委員會前前後後 擋了69次的軍購案 但是在外面卻說 他是支持軍購的 如果國民黨回來 我們國防自主 八年來走了辛苦的道路 也勢必會就此停止 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好不容易 在國防自主的狀況之下 永英號的教練機 已經上空服務了 我們海軍跟海巡署所要的軍艦 我們也在打造當中 特別是我們的海昆艦潛艇 也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下水典禮 如果國民黨回來 這些通通都會停止 不要說八艘潛艦 連第一艘潛艦要蓋完成 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幾天前的政見會 講到今天的辯論會 我看得到 賴清德先生 說的一位 真的人聽的一位 沒有反省 沒有檢討 所以還撒進去別人 這都會奧嗎 賴清德主席 你匯捷系列 有這麼困難嗎 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我今天慶慶猜猜猜 拿十項的施政 來救救民進黨 你做得好得不好 第一個 你的光電黑金 非核跳票 第二個 你的採購爛彈 食安崩壞 第三 詐騙猖獗 治安敗壞 第四 錢瞻撒臂 載留屬身 第五 貼水簽電 什麼都騎 第二個 專制獨裁 非錢阿爸 第七 居住正義 全面跳票 第八 兩岸緊張 兵胸戰衛 第九 新年低薪 房價高漲 第十個 黃毅米安 黑目重重 說到 黃毅 我閃不得行 大家也知道 過去 我做市長 中間有三年 是疫情最嚴峻 都在新北市 新北市是疫情嚴重 我本來就破解說 防疫四同作戰 我們的中央和地坑 同一道心 同一道拼 每一個市民的市民 都是我們要鎮定的 結果 在疫情期間 民進黨政府在做的 完全是政治外帥 政黨考量 還要分顏色跟黨派 我拿出來的建議 因為我是國民黨的市長 都不想參與 心北市最困難的時 你有來關心過嗎 去買蔡總統 還要打一個電灰 在我高峰期過後 打一個電灰跟我說 那你有需要什麼 打一個電灰 我說不用啦 高峰期都過了 往下降 但是拜託 這個市民是大家 團結的時候 不是小招套的時 拜先生 你連一通電話 就沒打來 你說你是新北市 萬里啦 你完全不關心嘛 新北市民 也是中方民國的國民 你自己關心你們老家 不關心新北市的老闆市 在疫情的中間 或是人民有難的時 我好友喻 一世人 就在騎著蝶子 和人民騎著蝶子 他肝困 他比他更難 他一直拼 他可以 讓他痛苦減少 他在那時候 我最痛苦的是什麼 大家在賺黑心錢 切快篩 探快篩 切疫苗 探疫苗 連思案的問題 欠人 探人 欠點 探點 後面內幕重重 這問題 他們要問你 你又沒有一個大黑人 所以我才三強調 我如果做總統 我一定成立新的特尊處 我一家一家爬 不分難力 不分官衛的高根底 該辦的事 我絕對不索軟 應該向我們小貴的一個公兵正義 所以這段時間 每天 你也在幫我 現在還在說我親中 我待會兒好話說給你聽 沒有保守 不要用這個保守 我最期待的是 台灣人民 能夠兩岸和平 所以交流跟對話 這不是要做的 你今天沒做 才會兵勝戰 不要用這套 來侮辱台灣人的地府